好,針對這個今天爆出來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有收中共錢的共諜案 那其實我當然認為說發生在我身上是一個 很顯然說中共也把我當成一個要針對的對象 那當然是針對我們要守護台灣主權的立場 所以才會特別被列出來當成這樣子 想要作為抹黑的攻擊的一個對象 那這樣不時的抹黑當然從當時爆出來 就對我已經產生非常大的困擾 那甚至是這樣不時的指控也影響了我家人的心情 那甚至是他自己本身的對於很多政治的信心 對,所以其實今天看到這個結果 當然其實之前也都一直引有一些預感 知道說這應該是有心人士在操作 那沒想到這個竟然是跟中共的滲透有關係 這其實也讓我就是感到不寒而栗 也覺得說接下來我們應該要更謹慎的面對 這些透過民主選出來的政治人物 背後是有中共想要透過我們民主的方式 來進行特定的打擊的話 也會對我們接下來台灣民主的發展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希望大家都要提高警覺 也要更小心是不是有一些刻意的攻擊 背後其實是有這樣子透過紅色的滲透 然後甚至是有一些利益的糾葛在背後 我們希望將這個基地提供給你 首先我們有一個公共和國人的 μας 臉書會說是海底的 應該是一個個人的地址 你必須剛好叫做王宣婆 就是在土地址